快要过年了 春节七加七检疫方案又惹意 有一名梁同学从美国返台 选择七加七方案 也就是七天住在防疫旅馆 后七天回到家里居家检疫 不过在入住防疫旅馆之后被告知 先前所选定的住所不符合规定 他没有办法返家了 梁同学不满 觉得被刁难 现在还必须要多付防疫旅馆的费用 但是卫生局也解释 因为梁同学他住的这个地方 在调查之后发现是营业场所 不符合防疫规定 所以没有办法同意申请 从美国回来的梁同学 目前还住在高雄市的防疫旅馆 他表示入境前就申请七加七方案 按照程序却又不能返家 让他很傻眼 突然跟我说不行 而且他还反过来 我就说这是你系统问题 但是他反过来跟我说 因为我一楼经过共同走道 可是共同走道真的很不合理 因为没有经过 梁同学是十九号入住防疫旅馆 原本预计二十六号 可以返回临雅区的阿公家 进行七天居家检疫 后来被告知不行 他想改地点回户籍地台中 却像无头苍蝇一样 得不到合理回应 导致他必须续住防疫旅馆 这笔一万多块的费用 还得要自行吸收 卫生局回应 防疫团队十二月二十三号去查看 当事民众住所环境 发现地址为营业场所 一般人出入平凡 亦导致社区防疫风险 不符合防疫规范 若想便登居检地点 依规定有同住家人 之居检地点 应于入境前提出申请 全球疫情风险仍在境外移入个案数 频频创新高 卫生局强调 同岛一命 防疫严谨把关 也请民众多配合 华人新闻网友 荣耗北高雄报道